各位大家好,今天想和大家分享我做這條題目,我怎樣去理解 當中整條題目,首先你會看到生物體 題目給了一個資料在海岸 你會看到一坨的生物體,一坨的生物體你會看到什麼? 就是看到身體裡面有綠色色素 我們猜綠色色素應該是葉綠素 葉綠素在哪裏? 就是在葉綠體裡面,在類囊體膜 但當中它叫你猜 怎樣猜呢? 留意,第一件事你一定要留意清楚表現形 例如我剛才看到的就是綠色色素 我就猜到裡面有什麼成分 第二件事就是放大倍率,留意大幅 你看到大幅的距離是1cm 簡單來說你就能夠用眼睛看到這個生物體 第三件事就是在哪裏找到海岸 接著就要猜 首先第一件事就是會不會是真群呢? 真群是沒有葉綠素的,所以這個就可以立即打交叉了 第一件事是植物 植物是有葉綠素,進行光合作用製造食物的 但是在這裏看不到根,所以它未必是植物 接著就是說懸核生物 記住,過去的編段裡其實說過懸核和真核的分別 懸核的意思就是一個鄉村的樣子 其實它沒有那些線粒體、葉綠體、粗糙內側網、平滑內側網 還有細胞核的,它那些遺傳物質或代謝狀的進行 其實是在細胞質內進行 它沒有一間特定的工廠進行 所以其實它會不會是懸核生物呢? 但是如果你留意放大倍率 其實這個層次基本上不合乎懸核生物 所以就不是 但是真核的話 其實是說例如城市 有政府大樓 有很多不同的工廠 例如鮮粒體、葉綠體、粗糙內側網、平滑內側網 所以這件事 記得幫你溫回懸核和真核的分別 但是它也未必是懸核生物 因為它的層次數未必是正確 而去到最後 會不會是懸生生物呢? 懸生生物的話 就會有動物的特徵 也有植物的特徵 例如草莉蟲 就是一個課題裡有的東西 所以如果我們有可能 看上去這個生物 應該不會是真菌 應該不會是植物 應該不會是原生生物 合理表現形 和放大倍率 就應該是原生生物 所以你看到我自己的理解上 記得當你做題目的時候 刻意地留意一下表現形 第二件事 放大倍率是給你很多資訊 資訊就是告訴你 你能否用眼睛看到 和你猜到大小 而第三件事 就是地方是給我參考 希望今天的分享裡 能夠幫到大家知道 當我們在猜生物體的時候 我們要留意表現 和放大倍率的重要性 是非常重要的 好 今天的分享就到這裡 希望幫到大家 拜拜